原来芋头还可以这么做 强哥考虑一下 在我们福州 用芋头做的菜有哪些 哎呀很多啊 比如说芋头鸭 还有很出名的芋泥啊 大家说还有什么 那你知道不知道 还有一道非常好吃的玉丝饼 我是不知道 我相信很多人也都没听说过 那今天我就把这道点心交给大家 芋头先去皮切块 然后再给它泡成丝 锅烧热放入腊肠 先给它煸香 然后再倒入胡萝卜丁 继续煸炒 最后放入葱头炒香 好了炒到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倒入芋头丝里头 倒入地瓜粉 然后再加入一点生粉 我们先拌均匀一下 然后加入盐巴 味精 还有五香粉 拌完之后倒点开水 我们再给它搅拌均匀 蒸笼铺成荷叶 然后刷一点油 把调好的玉丝糕放入蒸笼里 旁边插几根萝卜 然后让它气能够上来 盖上盖子 上去后蒸50分钟 时间到了我们把它拿出来放凉 放凉后切块 哎呀这个糕啊 我好像在广东有吃过差不多的 美食都是相通的 不要去纠结 只要做出来好吃就行 锅烧热 放下去煎到这样两面金黄就可以了 蒸的有手就行